北京时间9月16日消息,下个月8号,国足将开始重新集中,随后参加分别于10月13日,在苏州与印度队,16日在南京与涉利亚队的比赛,届时将内正式,高临两位老将,不帮国足摆场纪念仪式。 这意味着,恒大两位老将会继续入选活足,本月的两场西亚之行比赛,国足表现糟糕,分别0比1布迪卡塔尔,0比0战平80,面对亚洲二流球队,国足一平一负,中国男足的亚洲二流队本色暴露无遗。 此外,国脚们在国家队和俱乐部的表现,似乎有明显差异。 在俱乐部,国脚们的表现更加出色,但为了备赞亚洲杯,国足下月将重新集结。 等待礼提的会是两场热身赛,对手同样不强,分别是燕渡和蓄利亚,过往交锋记录,国足面对燕渡保持不败。 此外,国足也曾在12强赛中占平过蓄利亚队,现在,国足方面可以确定的是,届时,国足将为政治,高林两位老将不办国家队板场纪念仪式。 这意味着,郑芝和高林也会继续入选国足,郑芝已经38岁,高林也32岁了,两人既是横打主力,也是国足不可或缺的人物。 目前,高林在国家队的出场刚好达到100次,他2005年开始为国出战,已经打进了20球,整治更加伟大。 从2002年开始,他已经为国出战102场,打进15球,希望,国家队为这两位老将不办白场仪式,能够激发国家们为国出战的战斗欲望。 亚洲呆明年一月就将打响,留给李皮和国足的备战时间都不多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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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